我怎么知道 老爸 我去别家药局 是不是有什么事 老爸 吓死我了 我以为看你妈了呢 瞅你那点出息 至于吗 至于 你不是让我每次见你妈 比那小鬼见阎王还害怕呢 别乱说话啊 我觉得这事不能全怪我妈 你要是有一点出息 我妈也不会那么醉 媳妇 我已经很努力了 我妈还看得是结了 结果怎么样 最起码得笨小康吧 笨小康可以 但是那需要时间 再说了 我现在不是还没那条件吗 你就是缺乏我妈的那种开拓情绪 开拓情绪 你看看你现在 不求消气 不积极进去 每天就在你那个小圈子里 啃那么一小块草 啃黄了你还啃 啃梅了你还啃 你就不知道往外旺旺吗 就你每天吃点草能挤出来多少呢 年轻人 一定要开拓的精神 你就使劲地给我往外拓 这海上 拓 也就是这么大一个小池塘 你那个广告公司 也就是个小水坑 你那小水坑 连鱼都养活不活 顶多也就养只癞蛤蟆 顶多也就养只癞蛤蟆 秦老师讲得太好 你说你怎么说得那么准啊 你就是那天鹅 在你的小池塘 你的小池塘是天鹅湖啊 我呢 就是那个吃天鹅溜的小癞蛤蟆 在我的小水坑里 吃个屁 每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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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瓶啊 每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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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蛋 跑啊 快来给我 快去 快去 秦妈妈好 你怎么在这儿 我告诉你 从今以后不要随便来找我们家彬彬 那时候媒体知道了 可是了不得的大事 知道吗 阿姨叫你 对 彬彬 你试试衣服去 你怎么就突然回来了呢 我爸爸过生日吗 回来给他过生日 是 我的儿子啊 你终于长大了 这以前呢 我和你爸爸过生日的时候 你就打个电话 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你说你 这次居然就回来了 好 住几天呢 给我爸过完生日 后天走了 着什么急啊 多住几天呢 妈 我北京还有事 我爸呢 你爸呀 到修车铺去了 我去打电话 等他回来啊 来 江总 你觉得怎么样 我感觉秦冰他整理形象和气质 都挺搭您这款包的 尤其是这张啊 对 江总 秦小姐 您好 您怎么来了 江总 那您跟您的待遇人先聊着 我们出去先准备一下 好 请坐啊 秦小姐 我已经欣赏半天你的照片了 让您见笑了 不不 恰恰相反 很职业 很漂亮 好 对了 我得祝贺你 获得海州女儿的冠军 谢谢您 我真的很荣幸 刚来海州 给我做代言的模特 竟然是选秀冠军 您也看比赛了 看了比赛的全过程 看了比赛的全过程 秦小姐 真的很漂亮 而且聪明 更加勇敢 你也别夸我了 我那儿已经是 鹤府沉舟 但是不是所有女孩 都会有这样的勇气的 老刘 老刘 你看谁来了 哎 我的好兄弟 哥们 又搞突然袭击 这不我兄弟过生日吧 回来给我兄弟啊 过个生日 徐叔 哎 我怎么听着 你给我过生日 像是个谎 其实是这样 我在北京呢 突然想擦车了 又找不到熟悉的修理铺 所以就打了飞机 回来擦车了 嗯 哈哈哈哈 行啊小子 你爸爸总算遇上一个 能克服他的人了 哈哈哈哈 去 把我跟你徐叔叔 修好的车 擦干净去 一四 老天 重午饭啊 必须都吃两个 好 是 多吃点 瞧吧你美的你 你没用我上次送你的包吗 我还想跟您说对不起来着 不不 您送给我那个包 被我妈买菜弄脏了 那这款包 是你自己买的 如果钱小姐喜欢的话 有时间可以去我们店里 挑几块你喜欢的包 不用了 钱小姐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您说吧 如果方便的话 我今天可不可以请你吃个饭 一直为了庆祝 另外呢 我要感谢你 为我们产品做代言 如果不方便的话 那就改天 也不是不方便 我得给我妈先打一电话 好 好 好 艾薇 喂妈 艾薇薇 艾薇 我不回去吃饭了 怎么不回来吃饭了 妈都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 谁请客 江天威 喂 是不是就是那个 送给你包的那个大老板 啊 啊 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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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去吧 哎 你个 你对人家态度好点 说不定他一高兴 又送你点别的什么呢 啊 啊 啊 妈这你放心 我自己吃 哎哎哎哎哎 好好好 那行就这样喝了啊 来请吃 我没人给他吃 哎呦刘师傅 哎呦 我看您这儿拿点气 来我来 不不不我来我来我来 我来我来 您这儿拿啊 来 林老师 怎么样活上忙吗 挺忙的 还行啊 这是谁啊 啊大明星我得一门声 你怎么在这儿啊 您这明星老师怎么来打气来了 那还就是我的4S店吧 哈哈哈 小平嘴 哈哈哈 给我上车 好那你给我打 哎 丁老师 我给您擦车 不要不要 车子给我擦 您啊 就给他这个干活的机会 啊 走走走 那简单擦擦擦擦擦擦 哎呀一鸣啊 这回回来准备来多久啊 我 给我爸关生日后天走 哦 这么几张哈 每天还有点事 嗯 嗯 嗯 那你就是吧 那我先祝您生快乐 哈哈哈 谢谢 哎呀 就是我真是羡慕您啊 有这么好的一个孝顶东西 羡慕吧 嗯 嗯 确实不错 嗯 这不都可以了丁老师教的好 不能这么说 不能这么说 我说的是真实话 嗯 我儿子在家常念的 嗯 他说了 丁老师又教我们演戏 又教我们做的 真的 哈哈哈应该的 应该的 既然最近忙吧 哎呀 说忙也忙 说不忙也不忙 不过我们马上准备就好 还先谢了 啊 现在省里市里 都特别注视文化建设 哎 丁明 哎 我跟你说啊 市里准备要拨一笔专款 支持我们看一新的巨额 秀 这不错呀 好事啊 是啊 好啊 难得的机会啊 哎 哎 哎呀 不用 不用这儿说 不用麻烦 哎 江总您好 这是我们宝兰特的专卖店 你可以随意挑选 给秦小姐介绍几款 我们最新款的包 秦小姐您这边请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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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哎呀 谢谢谢谢谢谢 哎呀很好 嗯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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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说 这几年北京的话剧市场不错 你了解吗 我就没事去看那么一两场 也不算特了解 怎么办 就是想了解了解 那个市场情况 哇 那好像你这么说的话 哎 那你说 那些投钱的大舞台剧 都得请大明星见效 我倒是觉得这明星效应确实有用 你看这老百姓啊 平时在这屏幕和营屏上 看到那些大明星 那这回在剧院里边看到真人了 他花多少钱都愿意 是 哎呦 丁老师 你知不知道现在这两年啊 在几个大城市 北京上海广州啊 都特别流行小剧场画剧 还有先锋剧院 嗯 对 我觉得这个首先成本小 然后现在呢 年轻人都把这个当成一种休闲活动 就跟进电影院 喝咖啡 还有喝茶 一样 哎 这个趋势是好啊 观众是需要培养的 才能说 搞小剧场画剧的人 他们能收回那些成本 我觉得吧 问题应该不大 首先小剧场画剧投资想 然后他们会有全国巡演 场次多 再加上现在他们这个商业模式 很成熟的 怎么着 咱们剧院现在想赚钱 那倒不是 那倒不是 这次拍演新戏啊 主要目的还不是为了赚钱 那你总不能全拍了 是吧 至少从社会效益上想 你得把观众吸引到剧场 是 不管谁投资 它都不应该是 花钱拍戏 那最后仰给剧场的椅子看 是吧 哎呀 你还别说 嗯 你这一贴我还倒想起来 以前我们还真有这种 惨恨的教训 只要新戏一上演 哎 你要不是满世界送票 求人家看戏 那往往台上的演员 比台词的观众还在 才一面 你说我们剧院 如果要是在北京 那这种情况 会不会好一点 我倒是觉得 现在在全国各地 不管是电视剧 电影还是画剧 都已经 我觉得大家现在太去迎合整个市场了 做什么东西都太商业化了 你想想我们当初在学校排练 在剧院排练 排练每一个剧目 那种对艺术的纯粹的感觉 现在很少有 我觉得不管是做艺术还是做演员 俩字 纯粹 不愧是我的学生吧 我呀 其实我也特别怀念在学校上学的那段时间 你说那个时候 我和你一样 年轻 自信 张管 我们什么都敢碰 什么都敢拍 那时候 我们拍啥视频 拍古希腊背剧 拍奥斯特斯特林保 什么都不想 只有戏剧本身 只有创作角色 就像你说的成全 你看看那些大师的作品 不管是伊古圣 是迪伦玛特 还是皮兰德罗 尤内斯哥 不管他们是哪个流派 只要你读到他们的东西 你都会觉得 激动不易 说白了 这是一种归属 戏剧的归属感 走 我选够了 江总 秦小姐选的包 已经帮你包好了 今天你们服务态度不错 这是秦小姐送给你们了 谢谢江总 谢谢秦小姐 不用谢 不用谢 那我们走吧 好 江总慢走 秦小姐慢走 你说像你条件这么好的演员 你想不想和丁老师在一起 你留下来 怎么一同找到那种 戏剧的归属感 幸福感 丁老师 我曾经听过一个哲学家 说过一句话 一个人不可能同时两次跳 就同意再回到 虽然我对我们戏剧学院 特别有感情 特别的怀念 但是我相信我有一天 我再回到戏剧学院 感觉肯定不一样 胡扯 胡扯 只要有机会你站在舞台上 时光就会倒流 就会停留 那不一样 因为丁老师您的境界高啊 这个臭小子 我跟你说一遍 你说在北京吧 这个静静的压力 你已经体验过 是吧 我觉得啊 像你这样的人才 在北京发展 你用你七分的能量 就足以来 剩下那三分呢 是两分运气 一分贵人 扶持 你说这么大一个城市 这么多人 这运气和贵人 都能轮到你头儿啊 跟你说你在海州 啊 地不小人少 以稀为贵啊 你这样的人才啊 在北京 我说了你还别不爱听 想成为强农 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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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在咱们海州 你的能力 那可你翻江倒好 再说呢 你说梦艺呢 那不也是在海州吗 你要回来 啊 你们事业 爱情 这怎么就都不有归宿了 其实说实话 我一直也在考虑这些问题 可是 我在北京太习惯了 奋斗了那么长时间 就真让我明白 我有点舍不得吧 习惯了 哎呀 那就太遗憾了 啊对了 这一面 还有件事 我我得要问问你啊 嗯 关于选择剧目的事 你觉得我选择一个 经典剧目好呢 还是选择一个 新创作的剧目好呢 实际有的人呢 见我拍一部 新创作的剧目 是专门写海州的 可是我觉得这个 创作力量和时间 又都很弱很紧的嘛 又写发了什么好东西 我倒是不希望 搞这些硬紧制作的 你说呢 我跟你想法一样 我觉得要排 就排经典剧目 它经历起时间的稿点 剧本呢 够扎实也够厚实 嗯 您不会第一次 就想搞实验戏剧吧 嗯那都不会 那都不会 虽然我并不排斥实验戏剧吧 那你帮我想一想啊 不是 经典剧目里哪一部 能让观众爱看 尤其是年轻观众爱看 又有品味 年轻观众喜欢新鲜的东西 是吧 我还要是在现代派作品里选公 你觉得怎样 好像也不选 新鲜倒是新鲜 就怕太费解了是不是 Romeo and Julie 他们的爱情呢 简单又纯粹 往深地说呢 就见仁见智 是个人都能看到 好 是吧 什么样的龙主 好 好 你看啊 拍来拍去 想来想去呢 我觉得还是经典作品 老姓最值钱最有生命率 罗苗 女主 好 哎 博子还没想到啊 丁老师 您慢聊着 我先走一步 哎呀呀 家里边还有人等着吃饭呢 吃饭 你看到我已经吃饭了 你看到我已经吃饭了 行 慢聊 好 再见 您慢走啊 好好好 再见 哎呦 我也该走了 丁老师 好不容易跟一民抽到一块 一起跟我回家 到我那吃去 哎呀不不不 谢谢了谢谢了刘叔 我跟你说啊 今天我已经答应夫人 今天是我买菜 我做饭 你看医疗把时间都忘了 我回家肯定会 哎丁老师 我跟你说 师母肯定不会骂你妈 那么温柔 哎呦 你可不知道你师母 叔叔笑着就骂我妈了 哈哈 我赶紧走啊 对了刘叔 哎 前面那个包子户 是不是还有包子吗 有 七点以前都有 哦是吧 那我赶紧买点现成的啊 哎呦 有空下次回来啊 到我那去做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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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儿子 你们丁老师可真有意思啊 平时啊 你看他先锋道鼓那样 刚才啊 说他怕老板的劲儿 让人看得都好笑 丁老师啊 就是这么一个纯粹的人 好像是为戏剧而生一个 那我儿子也是为戏剧而生的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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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今天事情多 赶不过来了吗 是啊 可是我不死心 就着急地赶 然后把事情快点做完之后 就能来接我女朋友了 下车 晚上想吃什么 都可以 你想吃什么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我就算是不吃东西都可以 带你去喝粥好不好 你知道吗 今天我老妈知道了你退出比赛的事 那可是大大的表扬了你一份 说你是个简单纯洁的女孩 你今天看起来有点累啊 莫叔还好吧 嗯 都挺好 你先睡一会儿 我到了觉呢 怎么不睡了 看着我了吗 就想看看你 还有那么好看吗 志恒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 这理由啊 还是你当时告诉我 要不然现在我自己 还不敢承认 志恒 嗯 你跟我讲讲 你每天工作都忙些什么吧 你怎么忽然间 对我那些无聊的事感兴趣 无聊吗 特别无聊 那你每天都在忙这些啊 是啊 我是怕你听起来会无聊 没事 是让我想多了解了解你的 我忍了 够意思啊 我忍了 先生您的救命 我忍了 够意思啊 我忍了 没想到你 你这一天 我都在忙 你这一天 放心 你还不睡了吗 真的吗 不是 你这一天 我还不想去 你还不想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不行 明天您是寿星 一定要下馆子 儿子 那在家做 我给我老太婆 给我儿子做饭那是我的乐趣 我信你 儿子 就让他做吧 他做得高兴了 行 这浪漫 那你儿子有个搞上神秘了吧 这个呢 是我惊心为老大挑选的理由 看看 看看 真棒 来 老爹 起来看看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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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 你不能自己一个人带 这看着奇怪 所以我帮徐叔也准备了一份 你们俩一起带 俩人一起带着修自行车 绝对是咱们海州一到风景线啊 老爸承认 他肯定是到风景线 但你想啊 我跟你徐叔叔俩人 他一人戴一封墨镜再来修车 他不合适啊 我跟你说 爹 一点都没有什么不合适 这个呢 他除了外表美观以外 他可以防止子弹线 你看你们俩整天在外边干活 这眼睛 对眼睛不好 老嫂子 我儿子一笑声就拉着 只要你徐叔叔愿意带 我呀 就陪着他一起带 这老爹子多紧啊 老妈呢 他借老爸的光 这是送给老妈的 这什么呀 防晒霜啊 你买这么多防晒霜干嘛 我都这么老了你 还有一份 这 这也是防晒霜 是啊 儿子 你妈都老成这样了 还有什么防晒霜啊 你买太多了 妈 你听我说啊 就特别是像你们这个年纪 皮肤更需要保养了 再加上我爸和徐叔叔 他们天天在外边风吹日晒的 这个最重要的是 可以防止子外线 好 儿子 妈就收下 妈呀 也时尚一把 听说呀 这个产品三十天 无条件退货 怎样用不完 怎样也可以退呀 对呀 随时可以退 好好好 那我就收起来啊 好 接着吃吧 接着吃饭 行了 兄弟 快吃饭吧 啊 是 傻和免 不买你 来 老爷子 来 来来来 吃饭 我还敢动呢你 这酒怎么样 还行 特别贵呀 还好 我就说嘛 红酒贵不贵 跟好不好喝 完全是两回事 你说吧 这甜葡萄酒 非弄这么酸 还没有冰镇啤酒好喝 那你现在想喝吗 不不不 今儿就凑合喝吧 好 凑合喝 江天威 我觉得你有的时候吧 笑起来还是有种 居高临下的感觉 对 那这样呢 好点 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你刚才说到去海州剧院 要收入高吗 一个月一两千块钱吧 不会吧 高了 低了 当然是低了 这也太低了吧 反正我觉着吧 凡事都有两个方面 你像我 每周上一天班 每天呢去十分钟 其他就没有什么事情了 这钱就是白给的 我喜欢你的思维方式 所以我得出一赚钱 要不然钱不够花了 那不就是说 这就是过去的铁饭碗吗 吃不饱也饿不着 那你们剧院为什么不排练演出呢 这样又可以卖票 你们也有事干 还可以多的挣些钱 江 江天威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 您平时都有什么爱好 平时 简单一点的 打打高尔夫 骑骑马 看个电影 复杂一点的就是找个地方发选 或者是接手 您看话剧吗 话剧 话剧 像您这么有钱 而且这么优雅的男士 都不知道看话剧 何况是平常老百姓了 他们不看 我们演给谁看呢 明白了 你非常懂得说明一个问题啊 那是 你想没想过 找一份更好的工作 其实我觉得我这些工作也挺好的 您是不知道 有好多人想进来还进不来呢 我觉得慢慢熬吧 想不想直接签到我们公司呢 我们公司从来没养过模特 但像你这样的人才 真是不可多得 所以我想把你高薪签过来 组建一个模特队 这样既有利于产品的推销 也能给公司创造一个平台 至于模特呢 我们可以去国外选 欧洲 美洲 东南亚 只要你看上他 不管黑的白的棕的 我们都把它签过来 由你培训他们 给他们上课 我呀 对啊 如果你同意的话 下周我们就去 那去哪儿了 出国啊 去多久 最少一个月吧 不过时间长得更好 那我还得上班啊 你可以跟他们请假呀 请假 去国外 跟你选模特 对啊 那 路费谁出啊 吃住行我全包 有补助吗 当然 肯定比你月工资高 不会骗我吧 让我带模特队 我为什么要骗你啊 那我能不能在您这儿上班 然后我还去剧团 好啊 只要你忙得过来 那我考虑考虑 好 来 希望我们 能合作成功 谢谢 慢点 也许有些事情 但是 到了一个定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他并不熟 轮廓倒影执着 这陌生角色 仰慕着每个角落 双人一半过爱 不忍耐 爸 今天冰镜好不好 今天真的好多 你看那边 都是绿绿的 看到了没有 梦妮 你好 梦妮 阿姨 梦先生 阿姨 我爸他现在 没关系 爸 你先自己玩一会儿 我待会儿过来陪你 好不好 就给你了 谢谢 你每天都来陪你爸爸 是 基本上是 前段时间选秀的时候 来得少一些 不过我不再也有人照顾他 只是我空的时候 也想多陪陪他 你很孝顺 应该的 我多陪陪她 她也开心 阿姨 那我们坐 没想到 我会来这儿吧 我想我们应该谈谈吧 梦妮 你爱之后吗 我至少 至少是喜欢她的 能超过 你对刘一鸣的感情吗 现在还不能 很好 我喜欢你的坦率 梦妮啊 志恒 和刘一鸣 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 她从小话就不多 可是这些年来 我从她嘴里听到最多的名字 不是刘一鸣 不是刘一鸣 而是你 我知道 如果你不开口 她永远都不会向你表白 一是她不敢面对自己 而是不敢面对刘一鸣 刘一鸣 在北京的这四年里 她天天地陪在你身边 快乐地像个孩子 真的 我真的很少看见她 这么开心 这么快乐 我平时工作很忙 很少顾忌她 可是作为母亲 对儿子的情感问题 还是很敏感的 我其实一直很矛盾 也很担心 我怕一天一天这么拖下去 我怕一天一天这么拖下去 直恒她会越来越不能自拔 所以呢 我试着安排了一些 漂亮的女孩子 要把什么 比如乔纳 你别误会 我并没有让乔纳去做什么 我只是希望 希望她们两人之间 能有一些自然的发展 可是因为 她对乔纳 只是把她当作同事 听说你和直恒 确定恋爱关系的时候 我很惊讶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爱她 可直恒她是我的儿子 我不希望陪伴她一生的 是一个不爱她的女人 也许她现在不在乎 她将来呢 好 变 店位多大了 二分钟尺 这多少 反正不到三十了 我去睡了 等一下 等会儿 这些包子怎么回事 你是批发的吗 蓝泽的包都不有批发他干吗 那他送你这么多包 我谁来情商在演员那么好 他结婚了吗 不知道 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去酒店了 你都去酒店了你跟 去酒店吃饭 有 有 他干吗要送你那么多包呢 你也有嫌多的事啊 我是怕你赔本 这包再好 也不能就为了这么区区几个包 你就给人家做了小三 小三 妈 你怎么那么阴啊 是我阴暗还是这有问题啊 可疑 我可疑 行 我一会儿就让他把所有包都拿走 别烦了 我可疑 我可疑 我可疑